大家好,我是葉智玲 我是呂子琪 今天我們要做的是眼見微屏 刪減變色實驗 首先我們來介紹我們的實驗器材以及藥品 那從藥品的部分先介紹 第一個這是硫酸桶 第二個這是氫氧化鈉 第三個這是芬太指示劑 接著是兩桶 還有兩個燒杯 兩隻刮勺 一個塑膠滴管 一隻鑷子 然後還有我們的一張白色的紙 還有所謂的石瑋式紙 以上是我們今天所用的實驗器材 接著我們請子齊老師 我們要開始做實驗囉 好,所以我們先把我們的兩個燒杯先拿出來 我們去裝水 好,接著我們拿起刮勺 那我們一人準備來配硫酸桶溶液 那我們另外一人來配氫氧化鈉溶液 好,我們現在已經配好了硫酸桶溶液 那其實在同時我也配好了氫氧化鈉溶液 把它滴進去 看它顏色是否產生變化 注意喔,我們分泰指示劑 一開始是透明無色 我們的氫氧化鈉溶液也是透明無色 但是當這兩種碰在一起的時候 顏色會不會產生變化呢? 請大家思考看看 我們約4-5滴 到我們的溶液裡面去 1滴、2滴 很明顯的 我們看到我們的溶液已經產生了變色 這是因為我們分泰指示劑 在剪的情形下 會呈現我們這種紫紅色的顏色變化 欸,紫綺老師,你有畫過水彩嗎? 有啊 有啊,那請問你 如果你把藍色的顏料配好之後 塗在塗畫紙上是什麼顏色呢? 當然是藍色的啦 那如果是紅色塗在塗畫紙上呢? 當然也是紅色的啦 那現在的話我們有一種柿子 是藍色的柿子 可以請你拿一下嗎? 好 我們把它擺在藍色的旁邊 證實我們一開始的確是藍色的 一張 對 藍色的柿子 在旁邊 對 那我們再把紅色的柿子也擺一張 在我們紅色容易的旁邊 證明一開始它是紅色的 好,紅色柿子也拿一張 擺在紅色容易旁邊 好了 那現在請大家看一下 我們一開始 藍色柿子擺在藍色容易旁邊 紅色柿子擺在紅色容易旁邊 那我請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我把藍色柿子放到藍色容易 你覺得它會不會變色? 應該不會啊 那如果紅色柿子擺到紅色容易呢? 那就還是紅色的啊 那請你來試看看 我們用鑷子 來請紫棋老師試看看喔 首先它先拿起藍色柿子 然後放到藍色容易裡面去 請注意看喔 我們現在真的放到藍色容易裡面去了 然後呢反應 把它拉出來 它變成什麼顏色了? 它變紅的耶 喔! 那我們現在再請問你 紅色柿子放到紅色容易 你要不要試看看 還是紅色嗎? 試看看嗎? 那我們試看看好了 好啊 哇!它也變顏色了耶 變成什麼顏色? 變藍色的 怎麼那麼神奇呢? 那現在我們再做最後一個測試 但是如果你把剛才這一張已經變紅色的十尾柿子放到紅色去 你覺得它會變什麼顏色呢? 它會不會還是紅色的啊? 那你用試看看啊 欸! 欸!它變回藍色了耶 怎麼那麼好玩 你知道我們剛才用的是什麼柿子嗎? 對啊!剛剛你叫我拿的是十尾柿子嘛 那十尾柿子在酸中應該呈現什麼顏色呢? 紅色的 對!那在鹼中應該呈現什麼顏色呢? 藍色的 所以你看到藍色的硫酸桶 你會以為它是一個鹼性物質 其實它真正應該是什麼呢? 酸性的 那我們雖然是一個紅色的分泰指示劑 但是它真正是一個氫氧化的容易 所以代表氫氧化那容易是什麼? 它是一個強鹼 是的!所以我們為什麼講眼見為平 也就是說我們一般在講酸鹼變色 是利用指示劑或者是柿子的變色來判斷酸鹼 而非從容易的外觀來直接判斷 這樣的實驗讓大家清楚 我們的酸鹼變色實驗 是要從我們的指示劑或柿子來真正觀察 而並非從容易的外觀去做直接的判斷 以上是我們的實驗 我是葉智琳 我是李子柿 下台一起講 謝謝各位